拜拜 面对一位满口垃圾话挑衅你的对手 你会在单挑中如何教训他 知名NBA训练师乔丹老李告诉你答案 单挑五球定胜负让他绝望 挑衅哥先进攻 一招变相突破篮下急停虚晃 利用时间差把球打进 第二球挑衅哥三分线外直接出手 的确实力不拢小事 随后挑衅哥外线继续发炮 3比0暂时领先 手感正佳的挑衅哥挽起了花火 运球险些失误 拿起球的他来了一记超远三分 居然空心入网 没想到挑衅哥拿到了赛点球 连续胯下变相虚晃 对抗后的后仰经济独立 只可惜弹框熬出 乔丹老李首次获得进攻机会 突破急停一招后撤单脚投篮 让挑衅哥防不胜防 紧接着在三分线外顶着防守 一记三分应声入网 NBA训练师面对挑衅哥的防守 必然有论有余 半转身虚晃的翻身后仰 比分搬成4比3 接着一招急停胯下干拔跳投 乔丹老李开始提前招手拜拜 庆祝顺利 最后一球 乔丹老李并没有给挑衅哥机会 超远三分5比4 在单挑中完成绝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